3月29号张博芝在微博发布了自己日常工作间隙的Vlog 视频中的张博芝正在化妆做造型,看起来状态很好 而除了张博芝之外,眼尖的网友发现印有婴儿照的抱枕惊喜出镜 猜测这个婴儿照是否就是张博芝三胎儿子的正脸呢 但仔细比对抱枕上的婴儿照片发现 跟之前谢霆锋工作室发布的二儿子正面照相似 小宝贝身上穿着的婴儿服上写着2010的字样 而2010年正是Quintus出生的年份 看来这个所谓的三胎正脸照并非小儿子正脸照 而是二儿子Quintus小时候的照片 非凡舆论时事报道